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下一场 三分十秒 在这个毕金浩还有这个金星玉的掩护下 落点很好 你看 是吧 在这个其他球员都在盯防金星玉跟毕金浩的这个时候 又是无锡的助攻 但是阿德里安这个时候没有人盯啊 阿德里安 张璐 这个位置还是有点不适应 因为他这个打法呢 虽然是两个高中锋 但是其实他边路的变化还是挺多的 中间直接打门 好球 世界波 金星玉这脚不带球停 直接的攻门 2比0了 第九分钟 这脚个人能力的绝对展现 再来看又是巴索哥 打的票了 这球打的票了 而且巴索哥拿球的时候 斜防上的也不是很凶 给了他做动作的充分空间 没错 就是周通在防巴索哥之前先摔倒了 意识 脚下的技术还真是不错 他是一个非常动脑的技术球员 他身体的对抗能力可能不是很强 但是他这个协调性啊 以及这个踢球的这种风格 我还是非常欣赏这名球员 看看赵英杰又拿球了 自己打门 好球 19分钟 世界波 赵英杰再下一个世界波 你看我这个表扬还是非常到位的 再来看也不带球停 打的票了 这个跟刚才金星玉那个球异曲同工啊 对角度不算特别雕 但是一个高调球 越过门将的头顶啊 门将腾空起来之后 这种球够不到就没办法了 脚腕这个球射门的时候控制的非常好 对吧 部位吃得非常好 就被制造了一个脚球 就被破门了 所以可能还是要去控球 没错 其实这个球看来没有约位啊 停 停得不错 再打 一脚波射 边才还没有举起 背身 先扛一下 不着急 阿德莲 进区里面四个人 好球到内部 天过人 再调找左脚打门 这球扑得漂亮 赵明健在进区里边 他这个确实有变化 先看这个球阿德莲 估计还是往小军区里面给腾尚昆 双拳把球打出去 二点球 还得抢高球 中间再摆头球攻门 精彩的扑就腾尚昆 无锡 你看 是不是 他应该再有点甩头 是不是 这球进去做得漂亮 他这个绝活还挺多的 看看距离怎么样 还不错 二点球 左脚打门 这下 左脚的攻门 来自于无锡 这边赵明健 右边赵明健跟于汉超 这下卡拉尔着急了 一张黄牌 应该是大连东北路组合 右边 看从哪掏牌 裤兜 黄牌取消 这样的话 一张红牌 直接罚下了卡达尔 卡达尔非常不满意 作为球队队长 防线的核心 发展都不太顺畅 这个时候看VR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这个确实是 一下 第二下 他就对这个比赛 这个落点 球的有落点的判断 还是非常到位 这边又放翻了一个 深花的球员 应该是放到了温家宝 双方球员开始起冲突了 于是给了温家宝也是一张黄牌 天气热 这个心气有点燥 这边 这是双方的球迷诸位团 直接都向门前 一脚抢射 球进了 余汉超在门前的强点 最后时刻 把比分改写为三笔 当然要看看这个球是直接传进去了 还是他有碰看 传起来 这个弧线球兜得很漂亮 小家伙如果 侧身来个凌空 最后的比分 三比一 上海生花队八分钟 阿德里安 金信玉 连下两成